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關於線材的部分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Type-C 2017年,其實2016年2017年已經 已經進入到Type-C的時代 可惜的是2018年下還是有很多產品都是使用Type-B Type-B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 Type-B有很多種 Type-B以前有一個Mini Mini Mini的時候是在Nokia還是Future-Fone跟SIMBAND時代的時候就已經有Mini Mini的話長得 現在比較少見,其實還是有啦 像有一些水深硬碟都還是用Type-B 而且Type-B有太多種形式了 Mini-USB是其中一個 很多以前相機都會使用Mini-USB 之後還有一個叫做Micro-USB 也就是現在很多市面上很多都使用這種我看對不對的叫 這種 Micro-USB 很多手機現在都是使用Micro-USB 對 那現在呢 因為呢 Type-A就是這種大頭的有沒有 這種大頭的 他們希望 因為 能夠如果可以統一的話 如果可以大一桶的話 不分 行動 不分電腦 然後就只是全部集中成一種 所以其實說實在的 Type-C其實比 Micro-USB還要再大一點點 但是 如果連 電腦 都 採用同一個規格的話 大一桶時代的話 它是他們最大的景願 就是USB 那個叫做USB聯盟 他們最大的景願 他們希望 顯示螢幕 輸出層螢幕 充電 音響 還有 4G的網路啊 滑鼠 還有相機 SD卡 什麼印表機 全部都集中成一個 那個 QR-Code 那個 二維的掃描器 都可以使用 同一個 就是 大一桶 全部都使用 同一種規格 對 那像 Apple的話 它就直接 非常大膽的 就是 出了 只有 Micro 啊 不是 只有Type-C的電腦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Apple的 很多人就很崩潰了 因為 Apple 接手機的話 Lighting 它就只有付 USB-A 然後很多 很多配件都是很舊的 就像 例如這個 以前很舊的時候 那個所有的 線材全部要重買 所以之前我記得有一個 西方的網友講的很好笑 就是 We are Apple's Beaches Beaches 或什麼 這蠻好笑的 好 那 除了講到這個 插座的統一之外啊 這就其實就是有點類似插座啦 插屁股的 統一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需要的 提起的就是 現在有 Quick Charge 啊 Quick Charging的話是 現在有分 QR QC嘛 Quick Charging Quick Charging有 高通的 規格 有2.0到3.0 所以它充電充很快 那 其實USB現在 有聯盟已經推出了 PD啦 那Apple是 Support 就是支援這個 這個 規格 那我們 台灣的 聯發科的話有 POP Express 然後 華為的話 大陸 中國大陸那邊 Super Charge 然後 OPPO的話有 VOOC 那OPPO 它 OPPO最近有個 20瓦的 很嚇人喔 它可以在半小時內充飽 那很恐怖 15分鐘內 該怎麼講 15分鐘內就可以充到 超過六七成吧 但是 快充有幾個要點 就是說瓦 跟安培 一個是 你看 瓦的話就是 大概是 孔徑大小 然後 安培的話就是 它的流速 有沒有 那 瓦的話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就瓦就是 V乘A 所以 我記得它 是 10 我看一下 20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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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我也忘記 它那個20瓦是多少 但是 像 QC Quick Charge 2.0的話 像是 三星這種 可能會比較小 可能會看不太到 我看可不可以 然後 然後對焦看看 對得到 你看喔 這裡有沒有 通常的話以前都是 5V 2.0就已經是快充了 然後現在有個 9V 1.67 1.67嗎 對1.67A 然後這就是QC2 然後 QC3的話是 我記得QC3是可以到12V 然後也是 1A左右 那 有個問題就是 快充的話會產生熱 產生熱的話會對 對電池造成一些 喔那個狗好吵 沒關係 我們繼續 會造成電池一些傷害 所以 像 而且還有一些線材 線材如果不好的話 也會影響到快充的品質 就是 所以我記得之前有些發燒友 他們會自己買一個Dongo 就是先USB A 去接到一個感應器上面 然後他上面會跟你告訴你說 你這台 這條線是 幾V 幾A 然後如果你的線材 像有些人啊 他很容易折來折去 損壞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到快充的品質 甚至有 可能會產生一些 不必要的傷害之類的 對 那 所以說 另外一點是說 像Apple很大膽的部分啊 就是他直接就是 直接 我記得MacBook吧 MacBook他就直接 把自己的 電腦就只有一個 One port One port 就是他沒有所謂的 USB什麼 電腦的HDMI輸出 One port 所以就造成 會有這種 他要使用 HUB 去輸出 HDMI USB 或是VGA 或是SD卡 所以造成一些 以前比較 舊的人使用的話 會有一些比較 延遲 不好玩的 就是等於就說 你手 電腦變得很平 很薄 很 很 簡約 但是 造成說你還要再帶 如果你要 Presentation的話 或是 你又要再帶一個 Dango 還是什麼的 會非常的麻煩 那 像手機的部分啊 手機有一個叫做 On the Go 就是有 OTG線 那以前的話 Mini的話 我記得有幾個平板就是他可以接3G 3G 那個 USB卡 那像 MicroUSB是應該是很多人使用 因為之前那個 Android時代的時候 很多人拿來裝那個 隨身碟來傳檔案 那個時候 4G還沒有那麼快的時候 那接下來是C C的話也是長這樣 就是一樣有OTG線 非常好用 然後 像 他就會造成像我借了那個 三星有個廣告很好笑 就是在 諷刺Apple Apple一推出之後啊 就是造成說 要一堆人要去買線 因為他Apple只是付Type A 然後他的MacBook 只有Type C的插口 所以造成他要去買一個 Dango 去接 然後如果要再去接的話 你看喔 如果你是 Micro USB 你要去 再去買一個 Dango 就是轉接 轉接或Adapter 去接 沒辦法我變成CC線了 C to C 然後 C to Micro 這好難把 我說好話 C to Micro 或是 變成一般的 充電線 然後變成 C 那也很好笑喔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現在很多廠商都直接付這個 對不對 很多廠商都直接付 USB A to USB Type C 那如果你的舊裝置走吧 沒關係 我們有個新裝 我們也有個新Dango 是 Type C to Micro USB 你應該會自己會 快要被搞混掉了 現在有太多Dango要用 沒有辦法過吐息 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這個PDR Apple有支援對不對 Apple其實他有快充 可是他只支援 Type C to Lighting 所以你要再去買一條線 所以之前我記得 千兆 應該是Apple突破千兆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網友問說 為什麼Apple可以 成為美國第一個 突破千兆的公司 因為他限財 就是這個 We are Apple's beaches 好 那 像是 像這種 這種大一桶之代啊 所以 Type C 他可以輸出很多種 很多很多種功用 所以他像這種的 三星的話 他們就定義出 我只要接上去之後 我就可以輸出成 桌上型電腦的 一種概念 那 Switch也是 這裡我有花一台Switch Switch其實也是Type C的插孔 那我買了一個這個 他有USB OTG 然後他有HDMI 然後他也可以充電 那我接過這一台 我用這個 接我的Switch也可以用 他其實可以突破 底座限制 那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對 Power Bank 行動電源 講那麼多其實 線材的統一 好處也是對 那個以後未來的 行動電源也有幫助 現在唯一的缺點又是 Apple他始終還自於在 堅持他的Lighting 所以造成說他的 電腦 跟他的 平板電腦 沒辦法使用 同一個東西 就是同一種 Port 就是他你會買一堆 有無的無的的線 像這種啊 Apple其實有出一個Lighting的 然後一個是Lighting的插孔接進去 然後再來是 HDMI out 對啊 這個就比較麻煩 Apple的部分啦 因為Apple他手機還不堅持不使用Type-C 那可是 有好有壞 因為有些有人有堅持也沒有堅持 好 還有Power Bank Power Bank的話 他現在有些Power Bank 已經擁有Type-C USB Type-C的插孔 跟輸出輸入都可以 但是Power Bank 如果是2018年之後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的是 過去可能比較沒有說 Quick Charging 或是PD 或者是Volk的之類的行動電源認證 未來你可能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要汰換的話 可能要注意 有沒有這個 快充 那快充還有一個問題喔 他是輸入他有支援 然後輸出搞不好沒有支援 有些是 輸入輸出也有支援 那Quick Charging 這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還有一點就是有沒有通過認證 就算他支援了快充 有沒有安全 就是這個溫度的問題 那 基本上來講的話 小米的話 最近一個小米的電源出 出現大問題 就是跟溫度有關係 對 對 那 至於下次可以講一下 器的部分 就是無線充電的部分 無線充電的話 說實在的話 現在是 三星走最 其實是Nokia走到最前面 Lumia的時候 接下來是三星 三星之後就Apple Apple現在從 iPhone X開始 全部都是支援的 無線充電 但是也變重的比較多 好講那麼多 其實 這是一個 時代的變遣 所以大家可能要考慮一下 至於未來 如果你有新的東西要派換的話 你看2018年 還是有廠商在出 MicroUSB的 還是有出 MicroUSB的手機 也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 都已經是 現在已經是Type C的時代了 所以能夠趕快跟上的話 就盡量跟上 對 那 其實說真的 當年從 Mini USB的時候 轉換成Micro 其實大家也就是 反正就是 再多一條線而已 那現在 USB Type C的話 會更好 因為現在就是 統一介面了 所以呢 相信未來這 兩三年如果 越來越普及的話 大家充電的時候就 不用借 就是 借線也方便 其實就跟Apple一樣 Apple就是 借那個行動電源線 就非常方便 尤其在美國 好 Anyway 講了這麼多 那如果你們有 其他問題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 我不知道你們對 線材這個東西 會不會已經很苦惱 像什麼 QC3啊 喔對了 那我個人是專 比較喜歡是 LG線跟 Micro 那個 Microsoft的線 這兩個是在 我記得BTE上面很熱門 只是 我記得好像 最近他們都好像停產了 那線材部分的話 我又 我本身是沒有業配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有哪些好 但是夜市的話 你們可能要自己要注意一下 要確定有沒有 好一點的 像 個人 家人有人去夜市買啊 就發現充電 充很慢 然後線又很容易燙 所以可能要自己注意一下 Anyway 反正就是這樣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在底下留言吧 然後 然後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Apple這些一堆Adductor 會不會 很好笑 但是我覺得身為 Apple的 Apple的 信徒就吞下去吧 我現在已經沒有在用Apple的iPad了 可能之後還是會可能再去玩玩iPad 應該是這樣 好啦 講太多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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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Н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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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